大家好 这里是罪牙拍到 我是大飞 这两天几乎整个AI圈的目光都被OpenAI发布的SORR模型给吸引去了 但是其实还是有件事也是值得关注的 那就是Google继上周官宣Gemini 1.0 Ultra之后 火速推出了下一代的人工智能模型Gemini 1.5 可惜的是终究抵不过SORR的耀眼光芒 还是当了把AI界的汪蜂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介绍一下Gemini的这个版本 让大家都了解一下行业的相关进展 Google的首席执行官Sundar PX1和首席科业家Jeff Dean等一众高管 在推特是同时宣布了Gemini的这一个重大的更新 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他在跨模态超长文本理解能力上的大幅突破 简单来说Gemini 1.5能够稳定处理的信息量高达100万个tokens 如果我们想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长度 大概相当于一个小时的视频 11个小时的音频 超过3万行的代码或者是70万个单词 而在Gemini的这个版本发布之前 世界上公开可用的大语言模型中 最大的上下文窗口来自于Cordi 2.1的20万个tokens 同时GPT4是12.8万个tokens Gemini 1.0的pro版本是3.2万个tokens 因此这一次Gemini 1.5已经在窗口长度上成功碾压了所有其他的大模型 成功的把上下文窗口长度的天花板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Google还表示他们在内部研究中已经成功测试了高达1000万个tokens 相当于一次将整个指导王三部曲放进去 3.2PX1认为更大的查询窗口对企业来说会非常有用 比方说电影制作人可能会上传他们的整部电影 询问Gemini评论家是什么意见 公司还能够使用Gemini来审查大量的财务记录等等 作为目前Google公开的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 Gemini 1.5采用了时下流行的混合专家MOE架构来提高效率 响应更快质量更高 我们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讲MOE的视频 与传统Transformer作为一个大型的神经网络运行不同 MOE模型是被划分为较小的专家文块 执行任务的时候会根据信息的类型 选择性的去激活最相关的专家路径 从而大大的去提高模型的效率和准确性 这样它不仅更加适合处理大规模数据级的复杂任务 还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Google一直是MOE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和先驱 提出了稀疏门控MOE JShotTransformer SwitchTransformer M4等等研究 我们熟知的Mistro 8x7b Minimax ABAB6都是使用了MOE的架构 之前更有爆料称 GPT4也是由8个或者是16个专家模型所构成的 根据Google的数据 这一次供早期测试的版本 Gemini 1.5 Pro 在使用更少计算资源的同时 对数学 科学 推理 多任务和视频 等等任务的执行水平 已经逼近1.0的Ultra 在官方演示和58页的技术论文中 Google还针对于新模型的强大性能 给出了以下几个用力 首先是大量信息的复杂推理和多模态的分析 Gemini 1.5 Pro可以无缝的分析分类和总结 给定的长篇复杂文档 比方说上传阿波罗11号登阅任务的402页的PDF记录 总共32.6万个tokens 让它去根据要求列出三个有意思的瞬间 并且引用原始对话的细节 模型只引用了30秒就给出了回应 其中之一是迈克尔·克林斯的这句话 我敢打赌你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经过查询的文档中的确有这个记录 以及绘制一个靴子的图片 询问模型这是什么时刻 模型可以正确的将其识别为 这是Neo在月球上的第一步 同样给出维克多雨果的五卷本小说 《悲惨世界》 总共1382页 73.2万个tokens 粗略的勾勒一个场景 并且提问 看看这幅画中的事件是在哪一页上 随后模型准确给出了页码 并且标识出了关键的情节 同时 詹编的1.5pro在超长视频理解上同样出色 能够快速准确的分析各种事件和情节点 比如以巴斯特基顿自导的福尔摩斯20为例 这是一部相当于69万个tokens 时长为44分钟的无声电影 要求一句话总结电影的情节 然后继续询问一个 纸张从口袋取出的关键信息和时间 詹编的1.5pro用时57秒 指出在12分01秒的时候 有个人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 内容是高盛典当经纪公司的一张档票 而且还给出了档票上的时间 成本等等详细的信息 除了纯文字prompt 还有更多的玩法 比如说直接给模型一张抽象的场景图 询问 发生这种情况时的时间点是多少分 同样不到一分钟 模型准确给出了电影的对应的时间点 15分34秒 另外 Zamina 1.5pro超大的上下文窗口 还能够深入的去分析整个代码库 以3.js为例 这是一个3D的Jutscript库 包含了约10万行的代码 视力和文档等等 相当于81.6万个tokens 全部输入给模型 并要求他找到三个视力来学习角色动画 结果模型查看了数百个视力后 筛选出了三个关于混合谷歌动画 姿势 面部动画的视力 这个还只是开胃的小菜 接下来用文字询问模型 动画Little Tokyo的demo是有什么控制的 模型不仅找到了demo 并且解释了动画嵌入在GLTF模型中 而且它还能够实现定制代码 比如说让模型给一些代码 添加一个滑块来控制动画的速度 同时使用其他演示所具有的那种GUI Gymna 1.5也是分分钟就给出了 可以成功运行的代码 可以看到动画右上角出现了一个 可以控制速度的滑块 除此之外 Gymna 1.5还可以做到代码的定位 仅仅靠一张demo的图片 Gymna 1.5就能够在代码库中 从数百万个demo中 找到这张图所对应的动画的代码 甚至还能够修改代码 让地形变得平坦 并且解释其中的工作原理 甚至就连对文本几何体的修改 也不在话下 除了以上演示的功能之外 Gymna 1.5 Pro 另一项让人耳目一新的技能 就是上下文学习 In Context Learning 这就意味着 它能够从一个长提示中 给出的信息里面 去学习新的技能 而无需额外的微调步骤 为此 Google使用了 对一本书进行机器翻译的MTOB任务 进行了测试 并且选用了 新济内亚西部 不到200名使用者的卡拉芒语 由于这门语言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网络信息 模型只能依赖于 给定的上下文数据 而并非训练权重中 储存的知识来进行翻译 在测试中 工作人员向Gymna 1.5 Pro 提供了500页的参考语法 2000条双语的词汇 和400个额外的平行句子 总计约25万Token子的信息 作为输入上下文 要求从中学习 并且完成卡拉芒语和英语的互译 从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到 Gymna 1.5 Pro 对整本书的翻译得分 接近于人类的学习者 相比之下 GPT4 Turbo和Cloudy 2.1 一次只能够看完半本书 要想获得这个技能 就必须要微调 或者是使用外部工具了 这个对于一门 在模型训练过程中 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语言来说 这个成就就显得非常突出 意味着不仅能够支持 宾威语言的保护和复兴 也为其他低资源的教育领域 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在模型评估方面 通过对文本 代码 图像 音频和视频的 综合评估面板测试 在用于开发大语言模型的 87%的基准测试中 GEMINA 1.5 Pro都优于1.0 Pro 在相同的基准测试中 GEMINA 1.5 Pro与1.0 Ultra相比 性能水平大致相似 即便是上下文的窗口增加了 GEMINA 1.5 Pro也能够保持高水平的性能 在NIAH评估中 评估人员将一小段包含特定事实 或者陈述的文本 故意放置在一个长文本块中 而GEMINA 1.5 Pro在长达100万个 TOKENS的数据块中 也能够发现嵌入的文本 而且概率为99% 接下来 谷歌将通过AI Studio和Vertex AI 向开发者和企业客户提供 GEMINA 1.5 Pro的有线预览权限 最终在完成所有的安全部署和测试之后 会取代GEMINA 1.0 免费使用的GEMINA 1.5 Pro标准版 将采用12.8万个TOKENS上下文窗口 普通用户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才能够获得100万TOKENS的使用权 现在已经在业务中采用 GEMINA 1.5 Pro的大模型的客户 包括三星手机这样的大厂 也有像JASPER AI这种 靠GPT起家的创业公司 甚至是OpenAI董事会 Adam D'Angelo旗下的Core 虽然这次GEMINA 1.5 Pro的发布时间 很不凑巧 前有OpenAI放话开发网络搜索产品 以及推出GPT的记忆功能 后面紧跟着两个小时之后 又横空杀出口Sora 可见OpenAI的武器库不仅丰富 而且擅长针锋相对 每当谷歌有新的动作 刚想要榨起水花的时候 就被摁了下去 但是依然有不少的声音站出来 提醒大家不要小看了JAMINA 1.5 Pro 它对超长文本强大的分析推理能力 使其他大模型做不到 英伟达的高级科学家Jim Fine更是表示 尽管JAMINA 1.5 Pro被抢走了风头 被人们拿梗图来开玩笑 但是这仍然是大约模型能力的巨大提升 测试中达到了1000万Token的上下文 擅长检索在零样本情况下 对极常指令进行泛化 多模态工作能力都是惊人的 重要的不是在声明中实现了 多少上下文长度的神话 而是模型实际上如何使用上下文 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它认为1.5 Pro不通过微调 而自主实现了对卡拉芒语的学习和应用 就展示出了这种神经激活中的复杂技能 超越了现有的技术水平 从这次Google JAMINA 1.5和OpenAI 所有的发布可以看出 大厂之间对生成式AI底层技术的军备竞赛 正在快速的升温 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 不断的去突破技术壁垒 并且在多模态的前提下 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竞争 形成了一种奇幻的景象 大飞我也期待这些技术 真正落地和普及的那一天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